好 鄭文燦涉灘案 我们现在看到桃园地方法院 以罪速件专车出发直送高院 因为桃检申请了这个生压 不是500万交保了吗 现在检方不服 又要抗告 抗告书已经送达桃院了 这是礼拜天礼拜六的事情 今天早上桃院开始作业了 上午10点最速件 送抗告卷证到高等法院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检方认为还有很多事项 这个鄭文燦没有讲清楚 所以还要继续抗告下去 那外界有在质疑 当时让鄭文燦500万交保的这个法官 很可疑 因为他要喊一声鄭文燦的叔叔 他的爸爸是鄭文燦过去的属下 而且关系非常的紧密 邓姓女法官 那现在桃园地院有回应说 邓姓法官 本来就是晚班的直班法官 就是把他押来的那个5号 鄭文燦生日那一天的直官法官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 也没有任何所谓私相授受 或者是不需要回避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鄭文燦的事件在政坛 是一个震撼弹 并且持续延烧 我们要回到2016年 当时桃园市长鄭文燦 才刚刚上任两年而已 他的金发局局长王允成 其实有一些人谋不脏的情势 那个时候检察官叫做吴宗憲 没有错 憲哥就是现在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他在办这个案子 他去办了半天 结果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压力 办不下去了 办不下去了 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当时办不下去了 因为当时的调查局局长叫做蔡清祥 当时的法务部部长叫邱泰山 邱泰山是谁 他曾经做过郑文燦的副市长 过去做过郑文燦副市长 而邱泰山跟蔡清祥 又都是小英 蔡英文总统的人马 所以你可以看到 憲哥就看了一口气说 我不能说太多 可是我只能讲 当时我办到真的满肚子火 一大堆碰壁碰壁碰壁的地方 蔡英文刚刚上台 那是2016年 郑文燦备受赏识 大家认为他是小英男孩 所以吴宗献约谈才过一个月 就贞结起诉了 起诉了 什么都没有办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清楚 后来累积越来越多吗 郑文燦的最新财产申报 可以看到他十年来当官的变化 包括现在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一次的财产申报 他的存款是三千零三十六万 土地 还有建物 这个四笔 信托一笔土地及五笔建物 所以五百万对他来说 小case 一下子就来了 而且都是两千块的新钞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外界在说 这是民进党的公斗 如果这一刀可以砍像大阿哥 是不是也可以砍公主呢 我们来看看礼拜六 民进党的秘书长 这个我们看到林又昌 他现身中和的一个宫庙 在这个宫庙的场合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 这个我代表赖清德来送上祝福 所以地方就传言说 林又昌现身这个宫庙 无疑是赖清德杀鸡警侯后的市警 他想要告诉大家说 苏巧慧你背后 这个是圣意在撑腰 我可以砍你阿哥 也可以砍公主 什么意思 我现在已经是赖清德的人了 我这个改革的刀 可以砍像男生 我也可以砍像女生 那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郑文灿 最大的案子还在后头吗 包括今天林涛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说 这个五百万交保的这个案子 土地的弊案 这个只是一个小菜而已 因为后面还有好多案 包括桃园小快溪的自办重划区 以及巴德转运站 从农地转为交通用地的案子 还有观音忠孝段的事情 林涛就讲了 赖清德总统真的是刚愎自用 心狠手辣 现在外界也关心郑文灿案 为什么这时候才爆发出来 后头还有没有更多 更绵密的政商王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刺力蛋呢 所以民进党的公斗未完待续 而郑文灿最惨的下场会是什么呢 亮哥郭正亮说 不要低估他的力量 他是谁 郭正亮说 郑文灿最后希望 有可能还有活动的空间 因为他外面可能还有人去支持他 这个人是谁 有可能是小英总统吗 来请教博弈 先讲吧 还记得去年盐宽衡委员 因为疑似伪造文书 窃占国有地 结果当时他被裁定多少钱交保 一千万元交保 一千万 就这一次郑文灿的贪毒争议 他涉及的土地变更案子 利益高达好像五六十亿元 加上郑文灿的身家 就他最后五百万元就让他交保了 很奇怪 我不晓得标准在哪里 但问题是 以根据他这种被交保的状况 赖清德知不知道 这一直是我很大的疑问 虽然这一次 也许赖清德不知道 郑文灿可能被生压 但是据很多友人所了解 郑文灿的土地的争议 不是只有这一单 是很多单 而且很早以前就有来办 所谓的郑文灿的情况 所以赖清德势必知道 但是在这一次郑文灿出事完之后 赖清德包括了所有民进党 有没有一个人出来帮郑文灿讲话 没有 完全没有 全部都只说误网误众 近代司法调查 一句多余话都不敢讲 代表什么意思 我认为赖清德跟民进党已经定调了 对于郑文灿就是严办到底 严处到底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 缓和的余力给郑文灿 所以我觉得郑文灿 接下来的政治生涯 应该原则上 已经到这边就是结束了 尤其是郑文灿本身而言 他不管现在是不是在海基会 可是他实际上 他在新潮流里面 包括他下面 还是有支持他的立委 跟所有支持他的民意代表 包括市议员等等 在这一次清洗完之后 我认为郑文灿嗜同近身出户 接下来的 不管是喜欢他支持他的人 都不敢再说一句话 因为只要跟他靠近了 很有可能会被赖清德 列入清算的人员之一 而赖清德这一次拿郑文灿开刀 有人说狠狠 而且他可能针对的目标 不只是郑文灿 说不定柯文哲会有危险 说不定新竹市场高宏安都会有危险 我认为那还讲远了 赖清德的狠度 他现在拿郑文灿开刀 主要针对的恐怕是 民党自己党内潜在的 2028总统竞争者 包括林家龙 陈起迈 黄伟哲 这些人看到了赖清德对于 郑文灿这种下手的狠辣程度 我相信接下来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任何做法 任何讲法都不敢再有任何的不同意 因为不同意的下场非常清楚 就是郑文灿的下场 本来我们以为郑文灿被发配到 边疆海基会董事长已经是够偏远了 结果没想到执政居然还千里追杀到外面去 一样让郑文灿几乎是没有办法善终 虽然他现在是500万人交保 没有被生压禁建 但是之后结果会不会禁建不知道 而且就算没有禁建 对于郑文灿整个的民生而言 已经是完全臭掉了 周围还有任何人敢靠近他吗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非常狠 不只是对外人狠 他对他自己党内的人更狠 证明了他之前跟蔡英文那次的 斗法失败之后 赖清德深深觉得 他不会让赖清德2.0事件再发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只要有任何对于他未来的政治制度 有可能造成影响 或者是撼动到他地位的人 他绝对不会松手 他也绝对不会轻饶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不只是所有在野党 或者所有外面的在野党阵营的人害怕 我觉得真的要担心的是 绿营里面的人 因为很多人只要你的想法 只要你的做法 跟赖清德不一样的话 你的下场可能跟郑文灿一样 或者是你的下场 很有可能跟陈廷飞一样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政治会非常混乱 尤其是在赖清德 好像身为皇帝的态度 来执政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未来 包括台湾政治前景 都会进入黑暗时期 现在曹姐已经抗告 抗告有可能会成功吗 卉文兄 这种七年前的案子 就比较难谈 但是我们看到陈廷飞被政国会除名 这个就是不信赖 你不跟赖清德同一关 因为基本上赖清德当党主席 他的民进党秘书长是林又昌 林又昌是郑国会的 林家荣是外交部长 也是郑国会的 所以郑国会基本上已经信赖了 但是因为陈廷飞跟郭信良 之前在台南都跟赖清德作对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看7月21的民进党的党值的投票 要选出民进党 因为他们两年投票一次 要选这个中职委 中常委等等 这是民进党的权力核心 那最近会有两个案子的宣判 刚这个李博宜提到一个 这个高宏安那个已经到了 要宣判的地步了 7月24就宣判 7月25是延宽恒 那这个都是一审的宣判 那如果高宏安被一审被判有罪的话 新竹市长立刻就停止了 所以这个案件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赖总统 他在台南跑行程 你怎么可以去评论跟回应个案 赖清德 你真的是不会当总 你不能 不可以谈 你连回应都不能回应 这不干你的事 你是总统 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 检调都应查办 前子当赖总统公开讲这个话的时候 所有全国的检察官跟调查官 他们看到说 原来7年前去搞正文餐这样子 是对的 总统说很好 都应该办 那接下来要办谁 当人办柯文哲 不然就办黄伟哲 办徐晓鑫 谢国良 你们所有案子有的人 特别像陈廷飞这种的 陈廷飞 那个郭信良也有案在身 之前也是扣人起手 那你不信赖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 为什么郑文燦7年前的案子没有办 请蔡总统出来讲 刚刚那个前子来讲说 可能蔡总统帮郑文燦 蔡总统自己摸的发生 蔡总统你有没有干预司法 你有没有下令检掉 不要去办郑文燦 这个赖清德如果要查 蔡总统你跑得掉吗 为什么7年前 2017年 拜托 对不对 蔡总统你自己摸的发生 你还去救郑文燦 不合理 那我要请问赖总统 你现在才上来没多久 你就要去办郑文燦 这个有说服力吗 这个讲得过去吗 所以前子 刚刚前子讲说 我以后不要在播立法院打架的 前子是在调 我的愿望 前子的愿望 我的心愿 前子我讲这句话 我才会回应你说 这是我的结论 未来几个月 前子会报导很多 我刚刚讲的这些逼案的宣判 还有追杀 郑文燦是第一个 后面他一排 真的 蓝绿白都跑不掉 这么恐怖 一定跑不掉 你放心吧 来 伟汉兄 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 所以任何人在被确定有罪之前 都应该视为无罪 但是虽然当事人郑文燦 就是前海级委董事长 前行政院副院长 三个月前还在讨论他 会不会当行政院长的郑文燦 现在目前从天堂 跌落凡间跌进地狱 观众朋友 因为6号 就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桃园地方法院 对于检方所提出的 这个申请纪 最后裁定500万交保 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出境的时候 他的裁定文当中有讲到 收售2017年的 9月的时候拿了500万 所以即使当事人 郑文燦跟他的律师 都否认他有收费 可是桃园地方法院的裁定当中 已经认为 检跟院都认定 你当时有收这个钱 这个后续我们再看 最后的怎么样 以目前的证据看起来 你有收这个钱 你2017年的9月收了500万 2018年的8月 时隔11个月 快要一年的时候 觉得说这不妥 不管任何理由 你把这个钱还回去 不是 因为案子没有过 你先不要管这个 那支木打回票 对 这个是郑文燦的律师 会去工房的点 但是收了钱的这个动作 如果长达11个月的时候 你如何跟台湾其他的判例 这个贪污之罪条例里面 公务人员收会是 7年以上有期凸刑的 当时送钱给他的是谁 廖姓先生 后来到2018年的8月 把钱还给谁 也是还给廖姓先生 那廖姓先生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就要收押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现在要收押 那也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 他说我去那里面 在那里面说这包给你 你还给我那包 那谁给我 我不知道我还给他 我还要押起来 我还要乖 他不用乖 这合理吗 所以光是这一点就不对 第二个 检方因为认为 这个涉嫌重大 所以四度的申请搜索 为什么拨回他的搜索 为什么拨回他的搜索 所以重点在这里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 我刚刚已经前提讲了 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的 郑文燦跟他的律师 一定可以全力为 自己的清白去辩护 可是如果这个搜索 亲爱的我要打断你一下 桃检抗告成功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郑文燦的500万交保撤销 高院发回重裁 所以要重开鸡押亭 是不是要重开鸡押亭 那就是我刚刚所讲 所以检方对于这个东西 完全无法接受 而且现在另外还有一位 90岁的阳姓 因为总共料金阳姓 那个阳姓我就收押 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 当时另外两位都被押 所以他不用押 不会串政 没有那个阳姓90岁的 那个总经理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就可以一手掌握 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我们准时回来